哈喽 我这大早期一度的期 必须给大家录个视频 最近皮肤越来红红的 先做个软膜 敷一个我最爱用的奥伦纳素软膜 真的皮肤好红啊 真的 但是我今天必须得叨咕叨咕 一样太不爽了 让大家交由谨慎一点 真的很烦很烦 大早就生了一肚子气 早晨都没吃多少东西 怎么回事呢 我不是去年新认识一个朋友吗 但中间有个中间人 中间人也是我朋友的朋友 一个男性朋友 就简称小A吧 小A给我介绍一个女性朋友 那女性朋友主要是我的粉丝 去年2022年年级介绍的 然后特别想认识我嘛 这个小A的男朋友 那男性朋友就通过他 跟我们搭个线认识了 然后他今年这女性朋友 开了个会所 开个餐厅 然后就前两天的事情 二月底的时候 二月二十几号开的夜 然后我就没过去嘛 但是他通过这个介绍人 那小A男性朋友 给我送了一张会员卡 大概十大不利 那我能把要人的会员卡吗 我就通过这个A型朋友 我说我妹好意思直接给人转吗 我就通过他 我说我给转回十大不利 我说不能占人的便宜 咱非金非故的 还是粉丝到时候 多不好对不对 我就给转回去 我还送了花篮 送六个花篮 然后我今天早上 跟我朋友 因为我们跟你女性朋友 还共同聊天的人吗 还听说一个什么世界 劲爆的事情 就是那个女性朋友 开业的时候挑我礼了 说我给人送了十大不利的卡 然后都没有来一下 也在北京 我傻眼了 我说我给钱了 然后我就让我共同的朋友 去合适了一下 说没有给 我才知道 原来我十大不利 被中间人那男性给密下了 那种什么意思 没有给 我很生气 很生气 我就去问他 我说你没有把我那钱给他吗 这个介绍的小刘 那男生跟我说忘记了 真的我早上特别生气 我不相信你是忘记了 怎么可能把这么重大的事情忘记 对不对 平常我感觉他人品还是可以的 因为有的时候会给我送些家里 送些水果 算不怎么见面吧 然后就感觉不会出现那种事情 结果出现这种事情 感觉就 就把我感觉我的人品 特别特别特别差 最逗的就是我那朋友刚跟我说 特别颠覆你三观 就是他去年不是用过我们家一个车吗 幻影 还有我家司机陪他去办个事情吗 这个男生 然后我朋友看他的圈 说他自己买辆车 就是拍的是我那个幻影的车 然后会经常到我的朋友圈 发的一些内容 发的一些照片什么的 他估计他不知道 我和另一个朋友是朋友 你们能懂什么意思吗 我这产生能力很差 不产生了 就是到处来就好很多了 无所谓了 发出去也没打算做朋友了 就很讨厌 很生气 很生气 一会儿霍夫 准备去路易威登 拿一下我订的衣服 然后参加一个晚宴去 你们看到了吗 这个水就是先 这个冰白米好多人不会调 就是先倒水 后倒粉 调碗就不会有那咯哒哒的感觉了 很舒服这副碗 我真的是所有面膜的软膜的 我觉得这个是我最最最适合我的 我特别爱用 非常非常爱用的一个软膜了 它就是每次敷完 这真的像那个包了壳 鸡蛋精一样的 特别水呢 然后毛孔就跟隐某形似的 可好用可好用的了 就是有一点问题 就是太贵了 额头是借来的 就不敷了 我去吃一口早饭吧 气得 当我出来就会好很多了 然后又出门了 好了 20分钟了 看一下怎么样 是不是红退下 看怎么样 感觉敷完了后的 好嫩啊 是不是 谢谢